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有需要 会渴望来自异性的亲密 只是他们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去解决 尤其是女人 碍于羞耻感 会将个人的需要隐藏得更深 生怕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 那么离婚的女人 想过夫妻生活的时候会如何解决呢 我们来听听下面三个女人的心声 邀辰女士找个男朋友 我今年35岁 离婚三年了 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婚之后 这辈子就一个人过了 虽然我的前夫伤我伤得很深 但是我还是特别渴望再次遇到一个好男人 可以接受我和孩子 这三年来亲戚朋友也介绍了不少 可是那些男人 一看到我带着个儿子就没下文了 我知道他们都不想当便宜爸爸 但是我不能为了自己有个归属 就丢下自己的儿子 所以我现在对婚姻也不抱幻想了 随缘吧 有时候觉得男人挺现实的 跟他说要结婚就消失了 但是只要女人不要求婚姻 男人还是愿意和你交往的 就像我现在的男朋友 他也离过婚 没有孩子 家里条件还可以 他一直说他会娶我的 但是我知道我们只是暂时的互相取暖 各取所需 因为这段恋情感觉不会有未来 所以我们的交往都是私下进行的 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不知道 我怕我爸妈失望 毕竟谁也不知道 这段感情能够维系多久 二张女士找前夫 我和前夫其实之前感情挺好的 但是他好赌 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赌光了 还去我娘家逼我爸拿钱出来给他去博 为了躲他 我爸妈搬回老家去生活了 而我也和他离了婚 离婚后我们并没有分家 因为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最后的财产了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居无定所 其实我们离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没离婚之前 他在外面欠了许多债 债主经常上门赌我们 离婚之后他出去外地打工了 我把离婚证给那些催债的人 见要不到钱 慢慢地也就消停了 过了一年多前夫回来了 像换了一个人 之前打工的钱还了一部分债 剩下的都给我和孩子 他一直想和我复婚 我实在是怕了 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他 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如果不是因为 他将家里的钱拿去赌了 我们一家人会很幸福 看到了他的变化 我的态度也没有以前强硬了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一人一间房 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在一起 我想只要他真的变好了 为了孩子 我也还是会和他复婚的吧 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 先这样过着吧 三里女士转移注意力 说不会想是假的 但是我接受不了和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 离婚五年了 我一直一个人 其实也还好 我工作平时也挺忙的 忙着忙着就没有心思想这些了 周末的时候 白天朋友有空的话 大家会约一起出去逛街 吃饭 看电影 晚上回到家也就累了 虽然身边的朋友不少 但是基本都有了家庭 能够留给我的时间自然也不多 所以我给自己报了几个兴趣班 把周末安排得满满的 日子充实起来 精神累了 自然就没有经历胡思乱想了 虽然我离过婚 我也早已经不是不知事事的小姑娘 但是我依然渴望那种一生一世的爱情 离婚的女人也是女人 会有情感需要 也会有原始的需要 只是我们的文化告诉女人 你要压抑自己的需要 于是我们身边大多数女人 都会和离女士一样 在再次遇到彼此合适的人之前 会刻意忽略自己的需要 用忙碌来麻痹自己的思维和身体 没有多少人可以真的一个人一辈子 以此婚姻的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 我们不应该抗拒婚姻 更不能害怕异性的亲近 如果一段关系 能够让彼此感到踏实和快乐 勇敢尝试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